被东兴国小学生们团团包围的这只木柴犬小米 是宠物友善环境发展协会理事长 郭光文任养的宠物犬 这天他化身成小米老师 要来讲授生命教育课程 慢慢地走过去 其实郭光文从2018年就开始 他跟小米的免费校园巡回讲座 至今已完成超过200场 因为他认为台湾的饲养观念其实不健全 但由于大人的观念不易撼动 因此才决定向下扎根 希望透过下一代来影响上一代 你私主责任没有做好就不会有宠物友善 你要保护他的身心健康 那也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扰 就是私主责任 对郭光文来说 养宠物不应该是娱乐 而是多一个家人 我们不叫你爱护动物 我们叫你尊重动物 郭光文也提到 照顾毛小孩不只是喂食和给他一个家这么简单 还要陪伴观察跟教育他们 另外也不要因为觉得浪浪可怜就盲目淋养以及进行野外喂养 因为这样只会让浪浪的数量不减反增 更会危害到其他生物生存的机会 我们要的是你必须要把前端的法令跟教育做得完整 而不是谁都可以任意饲养动物 那你才有办法去让末端的压力降低 希望台湾未来也能仿效德国的宠物执照制度 也就是私主在把动物带回家前必须通过考试 才是有效终止负面循环的不二法门